大家好,我是史坦 《跟风出巡》这个节目是跟风的 网友赞或谈都会过去亲身证识一下 想看一种网友是真心评论还是旧语档秘笔 近期史坦常去澳门 所以加入了一个澳门有什么好吃的 交流下的频道,看看里面有什么好东西 到底澳门的网友有多少是讲真话,多少是讲假话呢? 既然如此,说都无谓,立即出发 影片开始之前,麻烦订阅一个,多多支持 耶,这么快就到澳门了 根据食评客或群组 通常这些餐厅要么就是把鱼,极到咸,洗腎餐 要么千万不要铺出来让游客知道 其实都挺极端的 今天我们就走尽所有群组激赞或激坛 看看究竟是这么好还是这么差 第一间我们去金水台面馆 澳门的群组有对它的评价是挺好的 亲善有礼貌,好吃,价钱有公道 那真的要去看看 它的位置真的很隐世,有点难找 快自己把市总站里面的公园再走进去才会看到 但你看到妒忌咖啡就证明地方对 沙丹汁猪扒饭,39元年冻饮 猪扒大大块帮你切 史坦也是第一次接触沙丹汁 沙丹汁是一个很澳门本土的字 而它的味道是类香港的碟头饭酸甜茄汁 大大只太阳蛋也是卖店之一 味道就没特别,但胜在份量足够 招牌香煎肉饼包,26元 这个是有惊喜的 开始以为它是猪扒包类的 怎知它的肉饼是蒸肉饼的肉饼 它们的肉饼是吃得出是自己做的 很厚很大件,但完全不干 超汁,你看看 加了一块芝士就意外地夹 面包本身也很脆 芝士另外加5元 这个包是真的,如果下午茶去的话就一定要点 煲仔沙丹出前日定,凍饮加51元 和港式的口味真的很不同 它的沙丹不是走浓味和稠身的路线 它整个汤底是可以当做汤饮那种 但又不会不够沙丹香 不会吃到你张住嘴那款 我们再试咖喱和红烧牛腩面 37元,39元连凍饮 牛腩就很够软,很够入味 但它的汤面也实属一般 是属于午餐用来填饱肚的水平 我们多下去的时候 基本上服务员都是全女班 服务招呼很好 问前问后,要不要这样,要不要那样 地方干净,企理阔落 价钱公道,份量好足 我们四个人吃法都是200元 史坦首推招牌香煎肉饼包 如果香港人去试试的话,撒蛋汁吧 下午指数05 第二间新安乐园 评价很高,不希望游客知道 这家东西难度是这么厉害 缅甸鱼汤粉29元,不能输 它用的香料真的只有它才有 吃过其他缅甸鱼汤粉 或者其他鱼汤粉 都完全不是它的皮 配料又多又足又好吃 招牌缅甸拌饭44元 它不是干炒饭底,反而是濕濕的 它里面有一块鱼肉饼 煎得很香脆,脆鞭的那款 它另外会再配一个酱 开口看下去,要说是XO辣酱 原来不是,是甜炸虾酱 这个酱不论你是就这样点青瓜食 还是拌到饭里,也是十分之好吃 而这个饭会跟一个汤 当日就是豆腐哇哇菜排骨汤,清甜 但是吃这个拌饭的时候 香港人的口味要留意 因为它是濕饭底 如果要求是粒粒炒饭的那些 便是适合 免色碗豆包26元 它的灵魂是碗豆 因为它的碗豆是煨过煮过 有香料有成的 有少少咖喱味 入味又起沙 这个缅甸碗豆就算不配包 其实配其他也很好吃 难得来到,我们就试试甜品特饮 免热椰汁珍多冰33元 椰汁杂錦西米炉38元 这些椰汁的东西 如果相够它的热食类就很一般 但胜在很够冷 普通东西,不像没损失的那些 青岭菊花蜜红茶28元 可能因为始终有首饶店的比较 到这个水位的时候,这些特饮相对是普通 利生,其实屎蛋已经不是第一次吃 有兴趣可以看分这条片 之前已经介绍过一次 那时已经觉得很好吃 今次再来试试其他东西 热食水准又保持到 上次没试试的,今次也很好吃 卖单是226元 新乐园就是好吃又抵食的最好示范 它也是我一定会回头的缅甸菜 把鱼指数0 第三间金里 菊友认为真澳门人一定不会去的垃圾餐厅 我说OK,那么惊喜吗? 但屎蛋没有去过 所以这次真的是第一次 我们叫了招牌 鸡米、牛腩、鱿鱿鱼或三国 所有等会都统一小碗 咖喱汁是很结 HP 很厚和味道很嘉福 お fair 基本上叫什么面素 其实是没什么影响的 它只是那个汁 我们都是辣味的 所以又加辣椒 整体来说 甜点的酱辣的 因为美味 味道方面 你还要说它难吃的 真心未至畅难吃的 鸡排一定是雪藏鸡 但当日没吃到什么异味或强劲的雪味 平心而论 $32要求新鲜鸡新鲜牛腩 我觉得已经过分了 就份量而言 比较起在澳门的其他店铺一定会有点落差 因为食物不太多 送的份量又少 一定不是大剑夹底吃 可能澳门本地人看着的加价水准越强越坏 夹杂了其他感情 所以整件事就变得很复杂 味道合格 吃到一个特色的 但未必回头是真的 有没有澳门的观众可以说明一下 你们是否认为甘理也是白痴 甘理的白痴指数是4分 而我们当日想试金城 但5点到时就收铺了 收铺了这么早吗 最后我们去了信托广场试了两间 第一间是燕仔小吃 他们卖的东西很简单 有菜有肉 有菇有腸仔有鱼蛋 什么都有 简单说就是车仔当 每样不同的价钱 选好后就帮你弄热它 之后加上灵魂酱汁 澳门人千丁万粥 一定要试下他们自家製的泰国辣椒酱 不吃辣也要加一点 你放心 你这样说到一定会试的 但结果呢 你们是对的 我们的菜那天很杂 真是包罗万有 送了红豆沙给我们 送的东西就算了 不评论了 当这些杂食一加了灵魂汁 和辣椒酱就完全昇华了 由于是他很喜欢吃泰国东西和辣东西 真心这个辣椒酱很够泰 同时这个泰辣椒酱很配合他们的汁 但我说不出是什么汁 咖喱又不是泡汁又泡不完 总之盐仔这个汁就混什么都好吃 当日我们买了58元 把乱指数零 买完盐仔之后就买酸一点 这家店是在旁边的 而他们的做法亦是香港比较少见的 那怎么玩法呢 当日店铺有什么就怎样 他会帮你切 切好在上榜 总之一磅一个价钱 拍扇当日就在做特价 而我们最后加上有大约5磅 80元左右 没错 就是很简单的 买水果帮你切成这样 但因为切好才上榜的关系 如果水果开出来是不漂亮的 老板会切走它 不会计入单 感觉上就好像补底了 你过40元还会送棉棉冰 棉棉冰砌得很漂亮 很有心思的 同时有其他味道让你选 不错 好吃的 而老板会跟你叫的磅数 会给你华梅粉 我开始以为一包包是华盐 这么老师的 原来不是 我自己本身没有加华梅粉 或华盐吃水果的习惯 但我知道很多人会加的 泰国人甚至会加辣椒盐 吃水果 不过不要说太远了 先回来 80元5磅自选水果 价钱公道 正常东西 他要帮你切换坏的不计入单 更是懒人最爱 但真的不是什么特别东西 正在价钱公道 够懒 白兰指数 3分 今次跟风出巡是对版的 而这个群众的网友也很踏实 没吹水 屎坦真心给你们一个赞 希望看到这里的观众也订阅我们 这个频道有很多不同元素的影片 有食、有新闻、有打机、有旅游 什么都有 总有一条適合你看 而我们下次跟风出巡 可能会去到你的区 所以有什么推介 或者有什么想似乎找人去求证 留言告诉我 我们下支影片见 拜拜